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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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般認為雲端就是上網 這是一開始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實際上雲 顧名思義除了上網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一點叫端 學習端它應該怎麼樣去掌握這些資料 去整合這些知識其實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們一個課堂裡面一直都是在網路上去追求的話 其實第一個本身網路的loading會很重 那再來其實學生在整個學習是外放的 知識的收斂反而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我們在整個雲端的一個使用部分呢 我們就開始去區隔 我們哪些東西要放在網路上 那網路又分成公有跟私有 所以如果我們所有的網路資源 都是必須要對外去需求的時候 學習的一個品質一定會下降 因為這是有限環境的一個問題 那學校這邊就開始去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去分配不同的網路資源 什麼東西是對外的 什麼東西其實在校內可以先建置好 相對的一個平台跟系統 那這些環境建置好之後 其實回到教室裡面來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學習問題而已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